中年人在我们的正常观念中 应该真正的属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 随着父母年迈身体状况日益衰退 需要我们照看的日子往往更多 而子女又忙于工作 留下来的孙子孙女来给我们照看 而他们还得照顾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所最充实的生活慢慢充斥了整个婚姻生活 因为这些繁琐又安逸的生活压迫着他们内心 又渴望重生的一种想法 而发生婚外情 也许就成为这些中年女人宣泄压力的一个出口吧 那我们来说一说 哪一类男性更是有中年女性的亲爱呢 我们总结说三种 一 愿意给自己花钱的男人 对于女人来说 钱 衣服 外貌是足以能够给他们安全感的 何况人们都爱钱 更别说女人了 只要有了钱 他们就会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一个有钱的男人 无情中就具有一种魅力 而这个有钱的男人还舍得为他花钱的时候 那么就更足以让中年女人为之动情了 那么婚外情就水到渠成了 二 愿意陪伴自己的男人 大多数中年女人的生活状态 都属于那种平淡又繁琐的 丈夫肯定得去赚钱 而自己又在家带着一个脱油瓶的小外孙 可想而知其中的法味 他们肯定会觉得寂寞难难 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耐心又细心 懂得嘘寒问暖的男人 那么婚外情可能就是他们宣泄的一个出口了 他会在情人那里得到陪伴 得到关心和照顾 慢慢的他们就会迷恋在这段错误的感情当中 三 能够帮助女人事业的男人 在中年女人这个群体中 有一部分是比较重视自己的事业和工作的 这些女人会比较想要在一个事业上 能够帮助自己 带领自己的男人 因此 一旦在生活中遇见了这种男人 那么这些中年女人很可能会抵挡不住诱惑 发生婚外情 做出对家庭和婚姻不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说中年女人在生活中所需要的 男人无非也就是能够陪伴她的 能够给她金钱的 在生活中和事业中能够帮助她的 让她在任何时候都能有依靠的小女人 而在这也奋劝所有的中年女性 一定要抵得住金钱的诱惑 耐得住寂寞 你也要永远记住自己是有家庭的 不要做出令自己可能后悔一生的事情 一段婚姻来之不易 既然决定了结婚 就应该对家庭和婚姻负责任 且信且珍惜啊